大家好,我是阿慧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酸菜鱼 看一下肉汁Q弹 非常的好吃 金汤酸菜鱼 特别的Q弹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的吧 做酸菜鱼 我选了这样子野生的海鲁鱼 我们看一下野生的和养殖的 会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我已经让他放瓜去鱼鳞了 看一下这种野生的 他的身子比较细长,比较瘦 养殖的话就比较胖 大概有这么狂吧 我以为晚上翘 那种养殖的话 他头会比这个胖 然后呢也不会这样往上翘 是不是这样看起来 现在笑的样子 可能野生的活得比较开心吧 而且这条鱼非常的新鲜 可以看到它是 还是硬挺着的 我们现在把它处理一下 朋友们我们先把这个海鲁鱼 处理一下 从这开始 把他肚子这一块也把它剪下来 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的方法 贴着鱼骨往上推 两块鱼肉取下来了 现在把这些鱼骨全部把它砍碎 这个鱼头我们把它劈开两半 看一下这鱼多鲜鲜 它的腮全部是拉丝的 现在我们再次来清洗 处理好的鱼 这些贴骨血一定全部都要把它洗干净 煮出来就不会有腥味 添出来的鱼肉也把它清洗一下 如果你用黑鱼或者当水鱼的话 它的肚子上的黑膜 一定要把它去干净 这是海鱼啊 它肚子里面没有黑色的膜 我们洗干净之后呢 可以把它挤一下水分 放在一盘备用 洗干净的鱼肉我们来处理 肚子上的刺把它切下来 然后直接切小块 这里的鱼肉呢 我们来片它 把它片成一片片的 从尾巴这边开始 也可以片成两片连在一起的那种 这样的话鱼肉就大一点 因为我这鱼不大 切成三毫米的薄片 你如果不会的话 可以让摊饭把你处理好 现在我们把鱼肉和鱼骨来腌制一下 胡椒粉 大约0.5克 食盐3克 料酒 一小瓶盖 我们先把鱼骨抓拌均匀 这鱼的眼睛看一下 特别的鲜鲜 这鱼的尾巴我们等会儿使用来装饰用的 所以给它留着 现在我们把这个鱼骨放在一盘腌制备用 鱼肉里面加入一个鸡蛋清 搅至上镜 大概搅了一分钟的样子 已经起焦了 好了把这个鱼放到一盘备用 给大家介绍一下泡菜 这种罐砖的做酸菜鱼的话是特别好吃的 我朋友他们家就是卖调料店的 他跟我推荐那些酸菜鱼的那些店里面 全部都是用这种酸菜来做的 给他改一下刀 切成小块 选对酸菜 酸菜鱼已经成功了一半了 我们再来切点白萝卜 好吃的汤汁里面放点白萝卜 一会儿白萝卜可以吸足 酸菜鱼的汤汁也是非常好吃的 我们把它装盘备用 朋友们现在我们来切点配菜 葱头切成葱花 葱叶切成小圆圈 大蒜对半切开 小米椒把它切开 好了配菜放在一盘备用 现在我们来烧热 锅烧热之后我们倒入适量的菜籽油 待油温上来之后我们放入一个姜片 这些鱼头和鱼骨我们可以先把它煎一下 在煎之前呢我们给它撒一点玉米淀粉 姜片开始冒大泡泡的时候 我们来下入鱼块 下入鱼块不急着去翻动它 等它一面煎至定型 鱼骨煎至两面金黄捞出 粒油备用 现在我们把酸菜炒一下 我们把炒香的酸菜捞出 装盘备用 锅中再次加入食用油 我用的是菜籽油 也可以用猪油 这样煮出的鱼汤一会会更浓 油烧热之后呢 我们放入蒜头 青红辣椒 以及小米辣 以及泡椒 我放了一半的量 如果你喜欢吃辣的话 你可以一次性多放进去 放一点葱花和香菜籽 一起爆香 炒香之后 我们把刚才炒好的酸菜 一起再加进去 然后加入鱼骨 再加入开水 适量 盖上锅盖熬出浓汤 汤汁组织浓白之后呢 我们来下入配菜 白萝卜金针菇 你可以加自己喜欢吃的配菜 现在我们来调味 白醋 三品盖 白胡椒粉 适量 大约一克 食盐 三勺 鸡精 两勺 白砂糖 四勺 一勺约三克 盖上锅盖继续焖煮 朋友们我们带白萝卜 煮熟之后呢 不要把它煮烂 现在我们把鱼骨 这些底料全部捞出装盘 这时候我们把鱼肉加入红薯淀粉 再次搅打 蒜姜特别的软弱 现在我们把火关到最小来下鱼片 鱼片一片一片的下进去 我们把刚才剩下的小米辣都放进去 鱼片轻轻的把它舀进汤汁里面 把柠檬片也下进去 水开之后呢 用铲子被轻轻的去推锅底 防止粘锅 看一下我们的鱼肉非常的白嫩 鱼肉现在煮了一分钟 来关火 我们现在把鱼肉都倒进去 我们在鱼身上 再撒入青花椒和干辣椒 葱花和香菜 烧热油用葱头爆香 淋上热油 好了再放上一点 香菜和葱花作为装饰 我们的双菜鱼就完成了 朋友们我们的金汤双菜鱼已经完成了 我们来尝一下它的味道 特别的入味 鱼肉Q弹 特别的爽滑 这次鱼肉 我们用了鲈鱼 一点鱼翅都没有 看一下它的Q弹 特别的好吃 过年的年夜饭 真的可以来到这样子的一个金汤 酸菜鱼 有头有尾 浴室的一年从头到尾都是有余的 非常好的寓意 喜欢的朋友赶紧试一下 可以先练一下手 过年的时候可以大展身手 下一个肉 这些嗯 好吃 超好吃 脚还是最脚 下一个八次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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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真的太下饭了 很滑很滑 鱼肉吃下的口感跟豆腐一样 我里面爱饭了 用白萝卜 这样煮过之后 它吃起来的口感跟腌制的萝卜的口感一样 特别的好吃 酸酸甜甜 脆爽多汁 来吃个双菜 用对双菜 这个双菜鱼已经成功了一半了 朋友们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感谢你的支持 我是阿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